Way Oh Well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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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人士現在一定要有一個相機包 名字叫做Kaya 這一個包絕對會是 未來的時尚icon 現在我們的攝影棚內已經有 超過上百萬的東西 我就隨便介紹就好了 比如說Dior跟Rimoire的聯名 隨便耶 這最新的耶 最經典款的老花款 就是孫雲雲她有背過的 這真好看 我們今天要主打 肯定有錢也買不到 有錢也買不到 潔淨生活特技 Magic潔淨乾洗手禮物 它是凝膠的質地 在保護自己的同時 還可以同時也保養到自己的手臂 歡迎收看 拜託的女神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陸佳阿姨 大家好 我是Kevin 嗨 大家好 我是夏希 歡迎我們的整聊團們 謝謝你們 哇 又是投射系耶 你們是有規定他們嗎 還是就是默契 默契 就在他們的身上就可以看到 每一季流行的顏色 因為大家就會穿那個顏色 對 我也是他們這一隻 對 你趕快坐過去啊 沒有 錢林比較多 我還是坐這裡 好 今天我們的女神急診室 這位女神呢 是來自於新加坡 是 我認識她有好多年了 其實她真的 是在飛機上認識的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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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新加坡工作的時候認識她 我跟你講她的聲音真的是 甜甜的 亮亮的 然後長得又可愛 但是一唱歌之後 你就會覺得 一直火箭飛起來 火箭飛起來 我會說為什麼是說 在飛機上認識 因為她出道前是 新航的空姐 對 就是新航的制服 一直是我心目中 覺得很美的空姐制服 我覺得是最性感的第一名 對 我就一直想說 如果有機會 我一定要試穿看看新航的 有需要這樣嗎 就會覺得很美 然後呢 她出道就像坤哥講 她輕量的嗓音 讓大家對她印象非常深刻 那今天她也帶了新的作品來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女生 潘佳麗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lly 潘佳麗 有行走的iTunes 美語的潘佳麗 擁有獨特的歌聲 落過不少歌迷的心 究竟 身為創作歌手的她 有什麼隱藏困擾呢 女生氣正式 來著嘍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need you 找到我 擁抱我 說愛我 別只是把心帶走 刻苦銘心 就像你陪著我 相信我們沒有愛錯 好會唱 好會唱 這首歌一定會變K歌的 對 潘佳麗今天帶了最新的作品來 節目當中對不對 我們沒有愛錯是最新的單曲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其實這首歌就是想說 不管過去的戀情怎麼了 但是愛情是無罪的 愛情是沒有錯的 其實妳在當歌手之前 剛剛米姐有說妳是空姐 你知道嗎 所有的保養品 所有的彩妝 只要空姐推薦 主緣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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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定是熱賣 對 我最喜歡看主緣推薦什麼 因為主緣在機艙裡面 就空氣那麼乾燥 會是長時間的工作 只要你們推薦的東西 一定是好東西 妳自己有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在長途飛行的時候 或妳一定要的 或這個有什麼不脫妝的秘訣 有沒有 比如說那個定妝噴霧 我覺得那個非常重要 尤其是長途的 比如說超過 超過五個小時 我就覺得很需要了 妳是用真的定妝噴霧嗎 因為我有聽空姐說 她們是用頭髮的那個 髮膠來定妝 沒有 那個是定妝啦 不是定妝噴霧 那是真的定妝 真的是否定妝的 像她畫完妝都是用那個 她都是 她都是粉底 現在馬上是 因為我是用那個 樹脂膠這樣子 她是用粉底調髮膠 然後最後用髮膠 好了 我要看 好了 重點是組員 自己組員 推薦 定妝朋友物還有呢 化妝這個部分 就是 因為在飛機裡面呢 如果你有化妝的話 要用比較深的顏色 因為 所以讓它慢慢掉 然後到後來還有一點 對 還是漂亮的 所以剛上飛機的時候 他們在管頭一點 怎麼那麼濃這樣 你看我們 你看很多空服員 其實妝都滿濃的 對 為什麼 越長途的越濃 就是因為要到晚上的時候 不會下到乘客 是這樣子喔 我下次坐去紐約的時候 要好好的觀察一下 因為你們 那他們下飛機的時候 到達目的地以後 妝就會變淡 就變正常 然後他們就可以到城市 然後去購物 對 真的 頭髮是不是也有特別規定 對 我們新行的頭髮 就是不能看到 髮夾 然後不可能 不可以看到 胎毛 不可以看到 你說這旁邊的胎毛 都不需要 盡量 對盡量不能 除非你真的沒辦法 然後也不能髮網 也不能髮飾 好接下來 就請Kelly為我們示範 一個空姐包包頭 好喔 第一次幫別人綁耶 有點緊張 沒關係 你們平常組員們會互相綁嗎 不會耶 就是鬧打理好在出門 對 今天打理好 可能打理的時間會花上 還要坐車去機場 然後還要在飛機上帶機 然後等整個上飛機 所以準備的時間就很長很長 所以你們上課 就是先教化妝 然後基本的 頭髮的綁的方式 對 接下來轉轉轉吧 把剛才你綁頭髮的地方 把馬尾的地方 然後把馬尾的地方 用轉的把它盤起來 對 欸很整齊耶 那如果工作到一半掉了 會怎麼辦 不可能 因為你要每個小時去定 所以一直去弄你的頭髮 對 因為我們不只是用噴的髮膠 我們還會用那種gel的 先梳過 對先梳過 就感覺他們這邊都是整個梳得很光滑 很整齊很光的 對 所以其實現在一定是最簡易的方式了 就是如果是你要真的是他們標準流程的話 你在頭髮圍濕的狀況之下 然後用gel 然後整個就是濕濕的 然後梳綁起來 然後會捆 因為這樣子毛才不會跑 飛開來 有沒有感覺他也當過空氣 有了解 因為我頭髮上課過 喔 真的喔 好 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要完成了 這個很嚴格的感覺 對 其實他沒有要上飛機喔 這個其實這樣子也不及格 也不及格 因為太多毛了 本來就要先用那個 大概是看一下濕的膠 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他瀏海你會怎麼處理啊 對 他瀏海 瀏海最後會 會這樣 我要勾到後面去 對 我下來 怎麼這樣 就等於前面還有一個頭髮來做 對 就是要 你可以自己 那種自己要的弧度 可是 全部都要 這樣看起來好溫柔喔 對 忽然變空姐了 真的變空姐 可是那個 胸前太低囉 就覺得衣服應該要穿好來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厲害喔 你好適合喔 真的嗎 真的 很適合 很厲害耶 從來沒有看過你 這麼溫柔的感覺 而且他變這個頭髮之後 他連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女神 潘加莉的病症是什麼 全包困難症 你有這個困擾嗎 有 所以我 全部都買不要選 各色全包是嗎 是 聽起來是一個很霸氣的病症 對不對 就是多便宜到多貴 我都買 沒有的 我就買的 所以旁邊這個是 你自己帶來的包包嗎 對 帶來了一些 我現在呢 因為嫁了人 所以不能亂花錢 以前都被拚得很緊 是嗎 ok 所以我現在要買CP值很高的 然後我可以一直換 也不會覺得有罪惡感 所以我覺得我買了 最近就是我剛買的 剛購入的 像這個啊 腰包 腰包 然後我覺得它就是可以做造型 它可以讓你有瘦身 比如說你要穿寬鬆的衣服啊 但是又不想帶包包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放錢包啊 然後卡片也可以一個一個這樣 5.7吋的手機放得下 對 放得下 然後你可以放唇膏 然後現在也可以放乾洗手 對 很好用 這個 這個已經算是近期 我買比較貴的包包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它 比如說我的先生都叫 這個是垃圾桶吧 對 我就說這不是垃圾桶拜託 這是夏天 春天我覺得都帶起來穿洋洋 如果我身上有些垃圾 比如說醒完鼻涕 真的愛是這麼說 對啊 或者是過季之後 或是你以後會想到 你可以馬來種花 不是 這個以後去海邊 也很適合用啊 在不同的 妳來台灣這麼久了 妳有去過海邊嗎 還沒 但我可以等疫情好之後 飛去巴黎的時候 繼續用巴黎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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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還跟他說 這可以兩用 妳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對 對 那就可以當真的垃圾桶了 菜籃啊 然後這就可以菜籃 對 垃圾桶 這個就可以放小的包包OK 還可以收納是嗎 妳看是不是花盆 是不是花盆 先生回來說 妳幹嘛把這些包包都丟掉 來說是 這個 是我禁機的通告包 就是 它很好就是 就是亂摺 它又變成一個樣子 我覺得它很特別 然後再來這個顏色跟材質防水啊 什麼的 然後它很輕 所以比如說它放化妝品什麼 也覺得OK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繩子 也很特別 再來它有一些就是比較 螢光的顏色 那老公的評語是什麼 他又說 洗波子 我看不懂這個 這個很適合去露營 要烤機的時候把它裝進去 然後剛好綁起來 掉在那個爐上面這樣 是不是 然後烤完之後 把油倒一倒洗一洗 他很是有fashion的人 可以不要講這種 阿嬤的評語 不要講阿嬤的評語 我看你像fashion的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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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發現它包包的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防水 第二個就是 多用途 雙層 然後CP值要高對不對 那所以既然你那麼喜歡包包 那女神的拜託 我們聽到了 今天我們分享 細細帶 吳凱文 對 給你完全不同的選擇 我們今天脫這個女神 潘佳麗的服 我們在節目 終於有一個流行節目 該有的價值 現在我們的攝影棚內 已經有超過上百萬的東西 不只 不只 就超過 兩百萬 超過兩百萬 直逼三百 不知道 我們先請凱文隊 時尚人士現在一定要有一個 相機包 往上加三公分 往下縮五公分大小的包包 這一個包絕對會是這一季 非常重要的IT bag 首先就是它 你看它有兩個尺寸 它的名字叫做Kaya 它是一個女孩的名字 而且這個女孩是真的存在的女孩 她是 19歲的超模 Kaya 她就是Cindy Crawford的女兒 19歲而已 然後她的身材長相 完全遺傳到媽媽 19歲就登上這個時裝秀 然後就走了YSL的秀 然後設計師一看到她 驚為天人 就覺得這個女孩絕對是 未來的時尚icon 就幫她設計了這個包 它是用全牛皮下去揉製的 所以它會每一個包上面 都是自然的這種痕跡 這很傷的 然後妳會發現 它用得越久 這個包包就會成為妳的個性 因為我就是最喜歡這種純牛皮的原色 因為它用很 就是妳會有妳的指紋在上面 油脂 或者是空氣當中的濕度 都會讓每個人揹每個包包 它最後的顏色會不一樣 它不會是均勻的變色 而是會隨著妳的使用 會有使用痕跡 對 就是妳用一年跟用十年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 就是它會隨著妳的生活 幫妳記錄妳的生活 記錄妳生活跟愛情的軌跡 對 完全沒有棱角 非常漂亮的一個馬鞍的感覺 兩個尺寸 你看 是不是非常好看 沒有音樂 這位太太 有啊 你們聽到嗎 有啊 有啊 有 我自己非常喜歡 它的這一個相機包版 這個是它的 要去海邊 要去野餐的時候 你看這樣 草天 很夏天的感覺 可以搭配妳那個垃圾桶 一起 要帶兩個包嗎 或者是這個包我也覺得很實用 你看喔 它有點像相機包 對 也像皮夾 但是你看它是 雙層 所以前後的拉鍊跟中間 你比較私密的東西 放在拉鍊裡面 平常隨時會拿的東西 就放在中間 手機放中間 對 然後大家很喜歡的 黑色跟金色的組合 這個品牌 是他們家經典 好 接下來我就 隨便介紹就好了 比如說啦 Dior跟Rimoire的聯名啊 隨便 這是最新的耶 好過分喔 就就隨便介紹 好就知道 包就這樣嘛 就這樣 霸氣 對 這就這樣 對 就雖然說很難買 但就這樣 超難買的 這應該可以拿起來摔吧 要對 摔不要 我要 我可以 摔摔摔摔 沒有 我丟給妳啊 我丟給妳啊 來 來 Kelley 這個 這個我覺得很可愛 這是他們家的這個 Teddy包的 迷迷版 他們家之前的這個水桶包 包中包 對 然後呢 有妳最愛的包中包 比較好解釋嘛 挖下去的時候 妳看 他有包中包 然後呢 妳看喔 欸 這很可愛耶 哇 好可愛 這個我可以 這個我可以 妳換 這送妳 我們交換 這給我 這個太便宜了啦 這個我送妳 這個送我 有沒有 妳看 其實這個大小很方便 交換 交換啦 這可以平常工作啊 好通告的時候 很方便 好啦 其他的 像是我們Gucci老花 就大家知道手機包嘛 對不對 手機包好 然後呢 亂丟是不是 LB腰包嘛 LB 老花腰包 現在要買的話 要買老花嘛 對不對 好就這樣 好 OK 精品包就是價格真的很高 那我覺得像這個的話 因為它CP值真的很高 它是很便宜 真的 他們家 我真的買了很多 對 然後造型又特別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滿棒的啊 這個也是小C的 對 然後它是 它的體質很好 然後它的價錢也很划算 我覺得已經 我也是 我有那個黑色的 那個馬鞍呢 馬鞍 馬鞍 馬鞍班是最近流行回來的 然後它已經流行了十幾年 對 我有三個 但我沒有帶來介紹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CC隊 這邊已經虎視眈眈 他們準備又是一個 完全不同風格啊 哇 因為接下來2020年 其實最多流行的東西 其實常常看我們三個人的IG 大家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都很喜歡看包包買包包 所以今天稍微給大家介紹一下 是一些非常經典永遠 就算十年後 二十年後 你也是非常保值的包包之外 我們還帶了兩款 是在Outlet可以買到 然後非常便宜的價格 其實他們家的包包大概十分之一 我們今天要主打的是什麼 肯定又有錢也買不到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Seline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他剛剛講的水桶包 像這個水桶包 有錢也買不到 好 來來來 雖然你買到 但是是不是有點晚 凱文哥 生氣 好 這個呢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 就是孫雲雲它有背過 它背過之後呢 我跟你講 現在真的全台灣掃空 然後這個水桶包 我覺得它 因為它今年也是換了設計師 叫Hidy 對 就等於是說它所有回歸到 最經典款的老花款 那這個呢 就是現在可能有錢都買不到的 這個你們知道是誰背過嗎 Lisa 你知道嗎 一背完之後是幾乎喔 這個是我們透過 特別特別的關係才買得到的 這真好看 對 那你再看 你那個比較帥小包了吧 它這個呢就是 你單規喔 你單規比較像小包 等一下 我先講一下 這個小包 雖然說這個尺寸跟這個尺寸 可是容量其實是差很多的 所以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Lisa這次背了這個相機包 感覺是沒有 就也很像小包 但它裡面的容量 其實大到是一個 的確 很誇張的 對 所以它也算是比較中型的包包 這個包包是誰的 它的 超不適合你的 超不適合你的 沒關係 修哥你用 這超不適合你 賣我 你幹嘛啦 你幹嘛啦 你幫你用 那你看 它可以裝化妝包 口紅 相機 你有帶口紅嗎 通告表 喔沒有 我說它嗎 說出來 我的話就會帶化妝品 尺寒膏 對 完全隱有禁有 這真的很好看 好 接下來 我覺得保證會心動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真的 大包款這件事情 你看 So nice Hello 好可愛 幹嘛很想要是不是 這個很厚 就是可以裝很多 這個呢 就是我們去LA買的 那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巴黎四家其實是非常貴的 那時候我們CP值非常的高 我們那時候將近是在 試著買到的 對 然後你自己特別看 你說Outland買對不對 對 而且它的容量非常的大 杯杯看 它有多難杯 而且你看杯一杯之後 不會 不會 你看 它非常的輕杯 而且你要宣傳的時候還可以拿 騙人 沒有 你看 它容量大到還可以拿出來 幫你宣傳 但你的宣傳辦公室 我們沒有愛錯 可以 我要這個 是不是 你看你宣傳的時候 戴這個 心機好重喔 心機好重 大家又不會看到你是來宣傳的 心機真的很重 是不是 這個包真的也很重 沒關係 心機又很重 其實我覺得這個啊 我來看一下 這個最主要其實它就是 因為它做成購物袋形狀 但它其實不給你放很多東西 對 對 對 這個系列 它沒有要讓你放很多東西 所以它雖然很大 但它的皮還滿重 它就是讓你揹一個造型 好看 說不中是騙人的 它真的重 可是它的袋子又很細 所以不能再揹太多東西 但是你就是這樣就會很有心 一個態度 一個時髦 接下來就是 真的要有身高才可以啦 接下來其實就是這個大包 這個就是你可以宣傳用 它這個就是 是輕到爆炸 這個好棒 這個我 超級好用 這個真的很輕 然後因為它這一次呢 是跟像那種IKEA 購物袋一樣的那個型 對 它是特別設計這種 然後你要手提也可以來 手提看一看 是不是就很Fashion 真的咧 而且這一個啊 其實我們在那個 感覺很像去批貨的感覺 對 感覺是去批貨去東大門 這個是我們介紹CP值比較高 但真的是比較復古 跟可以一直泳流傳的在這裡 對 泳流傳 我覺得水筒包其實就是 會一直就流行 因為從我就是國小或什麼 我覺得就是LV他們經典水筒包 然後到現在其實大家都還可以背 然後像是因為我比較 我其實滿喜歡他們家的包包 然後因為你就是 你喜歡就是兩用的包 然後它這個可以這樣子背 這樣子背 然後跟就是 你可以手拿這樣 對 這樣其實就是 你也可以去野餐拿對不對 而且裡面 這跟我的熱色筒差不多啦 而且你看 它這邊還有就是Logo 就是很低調 就是很漂亮 妳很喜歡Loi Bay的包包 就是很低調 然後可是它的皮很紅 對 然後像是如果 因為我個人就是很稠陋 然後所以我就很喜歡這種 方瓜皮 對 然後他們這個也是滿經典的 那時候 那是水桶籠 對 那時候也滿通 對 那妳需要很多水 對 因為我很愛喝水 然後就是 裡面可以放水 然後給男友背啊之類 為什麼要就是 就是帶小包包又怎樣 妳還是要背一個購物包 那妳就直接拿這個 然後給男友背 我就覺得 哇 好強喔 沒有失誤 有男友真的是 不難失誤 他們這一桌啊 我看到的啊 其實最值得 最值得 最值得介紹 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是這一個 這一個 對 我們這要講這兩個 這一個 這一個呢 就是其實它是我在法國買 然後那時候 這個現在台灣缺貨 而且我其實沒有看過 有人跟我一樣 現在台灣缺貨 就是這一個就是 它那時候其實 但它的大小是 我們相機包的大小 沒有 它可以放超多 它真的是 它那個可以放很多 它可能像大概五六罐的 那個乾淨熟 你那個都不行 對 我跟你講它也可以放下一整包面 這個我可以裝得像 Kelly的頭了 這個什麼 麵子啦 麵子 麵子都放 這個都可以放 你看 硬子塞 石子晶什麼都可以塞進去 我告訴你 又可以石子晶 又可以乾洗手 然後它就是 明明很時尚的東西 被我們用得好印象 但那個包真的 它現在這個花色 其實是現在最紅的 就是因為這個大logo 其實真的滿少人有的 然後我覺得它很值得收藏 然後像是這一個 是我最近就是新買的 這個我一直有在注意 對 然後就是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看 很可愛 看很久了 這好可愛 這個好可愛 但是這也是小包啊 沒有 它容量超大 我剛剛打開 真的很好用 那你們剛剛為什麼 是大包啊 不是小包 然後這個 它其實真的是 可以放超多東西 就是整個很深 然後 然後如果你就是 杯捏 你就把它拿掉 就變成是化妝包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也很值得 那我自己就私心的 想說今天要介紹包包 我就帶了一個 我最新買的包包 因為大家有看到 大的跟小的 但因為今天 最難買的是 中的尺寸這樣子 我跟你講 你們都是要拼了一種 滿滿 但我裡面是 一圈襪 就是一些很日常的東西 但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我還帶給 就是想要推薦給Kerli的 是一個這個 Lady Dior的這個 是我去跟我的好朋友 自己來的 這隻小包 你犯規 裝很多 你知道那個規 一雙鞋子都可以穿 犯規 鞋子 這樣都可以裝進去 犯規 我鞋子折起來 我也可以裝進去 我告訴你 因為它是偶色 然後它又是全部 它消光的 消光的很難 很難 所以我想說可以 它的消光黑很酷 它有一組消光黑很酷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 佳麗來冷靜一下 待會就要到投票的時間 我已經想好了 請問你 這一票要投給我們的 CC隊還是凱文隊呢 來 請投票 哇 哇 作弊成功 作弊成功 沒有 這包包真的 很時髦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有的包都很想要買的 譬如說哪一個 今天最想要帶走哪一個 我最想要帶走的是 這個Dior 然後第二個的是 那個可以啊 那你可以 還有六個啊 這個是作弊包啦 這是小包耶 還有這個 作弊包啦 你看是不是會怕作弊成功 你們這鞋子都塞得進去 你是長不停是不是 恭喜希希貞 你的新歌 我們沒有愛錯已經發行了 然後可以在所有的音樂 數位平台都可以聽到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YouTube 還有我的社交媒體 Follow我的所有工作資訊 妳的Instagram是什麼 Kelly潘嘉莉 Kelly潘嘉莉 請大家去搜尋 她的Instagram很熱鬧喔 就是很漂亮 很多她的穿搭照片很漂亮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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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請問一下 女神的觀眾 KRUST女神 KRUST女神 我昨天晚上 我會說 自己的顏色 自己的顏色 但是 那時候 髮型傷害 誰負責 這髮型 怎麼保存在嗎 答案是 PREMUUM TS TRIPT MONT 我以为很短暗的发展 我会有发展的发展 我会学习做法 我认为急的解析方法 你很痛快吗? 我会不会太强 不错 我真的要太强 我会认为你帮我发展 我相信你会认为你帮我 可以吗? 可以嗎 - First... 是來著病的原因 轉到腦筋恭 轉乾脆 現在快速 看它可以立即可看 你把顏面痛快要按摩 它可以保持平滑的腥 我用在 Treatment可以抹制定 到的尾部份 你可以保持表面的 ofd细力也计划 三个味道特殊成本 所以很柔軟的毛髮 就像是最好的品牌 我們都用了TS treatment 街上走的時候 女生都很不滿 那種毛髮 帶來看 歡迎繼續回來 接下來是我們的女神Top1的單元 只要在觀賞這個單元的同時 跟我們一起來預測 今天的女神想我們的Top1 是哪一項產品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今天要送給大家贈品 趕快來歡迎今天的專家們 首先歡迎凱鈞老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鈞 歡迎 還有殷橋老師 嗨 大家好 殷橋老師 今天的主題 跟每個人都很有關係 而且是大家最關心的 你知道從前陣子開始防疫 每個人都覺得 清潔很重要 特別是譬如說你跟人要保持一個 友善的社交距離 或者是手部的清潔 不要用手去摸眼睛鼻子嘴巴等等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的捷徑生活特輯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樣的好產品 選擇捷徑生活勝普時 我們最在意的是 手部殺菌添保濕 過濾又省水 行動式殺菌 浮色清潔又安心 奈米滲透殺菌 我們精選出五項產品 進行網友寫好度 入人盲測 出位實驗室 誰會成為女神想得主呢 好 在開始今天的內容之前呢 先來請大家洗個手 為什麼 這是我要介紹 你幹嘛 會不會害你 就是乾洗手 好大瓶喔 這個是Magic捷徑乾洗手凝錄 你知道乾洗手正確的方式 就是要這樣子 跟濕洗手一樣 對 是內外夾勾 然後要脫 然後指尖 指尖 因為指甲裡面容易藏髒東西 還要這樣子喔 這樣子磨一磨 對 就是指尖 然後乾洗手洗完 然後讓它空氣中晾乾 一定要 一定要讓它晾乾以後才有用 這樣子的乾洗手 它是凝膠的質地 然後它還有乾油成分 所以你洗完你會覺得很清爽 不乾燥 對 然後你聞一下這個味道 是非常珍貴的 沙集果油的香味 是有一種獨特的香氣 有有有 現在要特別注意手部清潔 因為為了防疫嘛 那你知道疾管署建議 一般的乾洗手 它的乙醇 也就是酒精的含量 必須要高達60%以上 但是也不能太多 因為太多 其實它殺菌力也沒有很好 所以這一瓶乾洗手 它的乙醇的含量是62% 除此之外 你在用完之後 你還是希望 因為乾洗手 可能一天要用很多次 或是每天都要用 所以你希望 它會有很好的保濕力 對 它裡面含有非常非常多的萃取 譬如說 乾草根萃取 桑樹皮萃取 苦生根萃取 葛根萃取 長葉松萃取 岳建草萃取 等等等等 所以它讓你在使用起來 會有很好的保濕力 所以就是 讓你在保護自己的同時 還可以同時也保養到自己的手部 所以這個應該是現在所有人都很需要 居家必備 可能家裡門口要放一瓶 公司門口要放一瓶 廁所要放一瓶 到處都可以放一瓶 對 然後你甚至還可以把它分裝成小包裝 對 超方便的 好用 這個就是我一開始跟大家介紹的 超位 超位 我們接下來迎求老師 要帶大家一起來洗澎澎 欸 妳馬上就幫我泄底了 對 我今天就是要邀大家一起來洗澡 那因為可能大家很多人 就跟你一起洗澡嗎 也太害羞了吧 好啊 OK啊 對 就是很多人可能會有一個皮膚困擾 就是可能皮膚會乾燥 會老花 會有一些乾癩長痘痘 或者是你頭髮可能會有一些頭皮屑 然後乾燥 可能會有一些落髮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是不是我吃錯的東西 或者是我用了不對什麼東西 可是其實不是 其實可能跟你家的 你每天都要做的這件事情有關係 就是洗澡 那洗澡呢 就是跟你的臉蓬頭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的那個老舊的排水管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鐵鏽雜質 然後還有一些濾氣 那它這個臉蓬頭它很厲害的是 它有沒有看到它有兩個部分 有 對 它第一個白色的地方 這邊是可以過濾一些可能 排水管裡面的鐵鏽灰塵這些雜質 這些沉寂物 然後呢 它這個白色的地方現在是很像奶泡的顏色 可是你如果用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慢慢吸附那個鐵鏽嘛 它會開始變成拿鐵的顏色 這時候你還不用換沒關係 可是等到變成黑咖啡的顏色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把這個濾心把它換掉 它會變冰美色喔 對 它就很像我們的那個濾水器一樣 是你必須要去更換它的 那它最厲害的地方是它這邊還有一個這個濾心 它是專門過濾濾氣的 那我剛才說的那些皮膚狀況 其實都是因為水中 自來水裡面這些濾氣造成的 所以這個裡面的話 它是可以過濾濾氣 那它很厲害的是 它這裡面是含有 相當於500顆檸檬的維他命C含量 所以它可以讓水變得很溫和 而且它很妙的是 就是我很喜歡它這個灑水盤 有沒有跟你們家裡也不一樣 它這個灑水盤 它這個灑水盤 對 看起來沒有那種它很細 它有240個 你要數一下嗎 太久了 它這裡面有240個這個灑水孔 重點是它噴出來就很像那個煙火 帥 對 它會有一種白花輕放的感覺 它是那種柔的還是刺的 我覺得它是柔的 而且它很沒有 它打在身上以後 你會覺得噴出來不是水珠 不是水滴 它要誤化掉 就像煙一樣 所以你洗澡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樣的那種 你會不會洗不乾淨 一直噴霧的感覺 你怎麼一直沒有洗乾淨 你怎麼一直沒有洗乾淨 因為它打在身上出來以後 因為它太細 它細到整個霧化掉 就像煙一樣 對 這個很棒 好 那接下來凱文哥 好 來 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好可愛喔 好可愛 餐具 放筷子的 很像 對 快了 接近了 沒有 沒了 沒了 行動電源 對 它是要充電的 對 它是要充電的 真的 我跟你們講喔 其實根據統計 最髒的東西有以下的幾個 大家都知道 第一 馬桶 對 第二 手機 第三 牙刷 對 因為你的牙刷 如果放置的位置不妥當的話 你每一次刷完牙 它裡面的水漬 它沒有放它讓它垂直 然後通風的地方乾燥 很容易沾染細菌 所以其實牙刷是需要經常更換 或者是做抗菌殺菌處理的 這一個就是牙刷的消毒清潔機 你看 我如果把它按下去的話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LED的紫外線燈 是 它是USB充電的 攜帶型的牙刷清潔機 然後用USB充電 大概兩小時充滿電的話呢 可以使用15次左右 對 你每一天用完 只要把牙刷先甩乾 然後把它放進來 其實你看喔 它裡面其實已經做好了 所以先把它甩乾一下 放進去 然後它是因為是用蓋子 來控制這個LED燈的 所以你蓋子打開LED 第一 殺菌燈 紫外線燈 它就會關掉 那關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開始 你會看到這邊 就會有 在衝 有亮燈 對 就是在殺菌 它應該也連長牙刷的壽命 對不對 OK 又很乾淨 其實真的都有故造小細節耶 凱鈞老師 那我要再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韓國的GIVINE的 馬桶坐墊攜帶式的清潔紙巾 那大家都這樣在外面 尤其公廁啊 要上廁所其實有時候會陷入兩難 就是到底要上還不上 可是已經很急了 在門口了 對 為什麼不敢上呢 頭都伸出來 對 很多人都怕那個馬桶蓋好髒 對 那你就會看到腳印在馬桶蓋上 或者是有的人練就一個功夫 就是深蹲不要碰到馬桶蓋 對 我媽媽都會 你深蹲會 示範一下 你示範一下 深蹲上廁 我今天衣服不適合 但是以前我們女校的時候 每一個女生都會啊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像我自己最常遇到的就是 我會在上面鋪滿 無紙鏡的衛生機 我才敢上 對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很不環保的 不環保 的一個作為 那今天我來這個 準備這個濕紙巾呢 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是透過 紙巾啊 非常細緻 然後是天然的 紙漿 所以呢我們在擦拭之後 直接可以投入馬桶沖水沖掉 這也太棒了 對 那這個其實可以大大避免一個問題 就除了不乾淨之外 很多人可能在戶外乳側之後 就會有這個生殖系統 泌尿系統可能會有感染的問題 所以它可以大大的降低這些風險 那我覺得這個一包十張 對著小包裝的這個方便攜帶性非常好 除了用在廁所的硬體設備之外 剛剛凱恩老師有講到啊 手機啊 你的包包手把啊 這些其實都可以使用 你只要不要試擦在臉上就可以 不要擦身體就好 對它就可以隨時讓我們的生活當中 都保持在潔淨狀態 還要提醒大家 女生千萬千萬不要蹲在馬桶上 真的非常危險 第一因為馬桶座它的壽命 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你不知道 所以萬一它產生了斷裂 或者是你不小心滑下來 因為我必須要講一個非常慘痛的 的經驗就是我有朋友 他就是因為蹲在馬桶上 就滑下來後腦撞到馬桶 哎呦天啊 就過世了 這真的非常危險的一個舉動 所以拜託有看到這段影片的人 千萬不要再蹲在馬桶上 就是那所謂的就是 不要腳踩在那邊 腳踩在馬桶上 然後蹲坐在那邊 很危險 非常非常危險 對 或是把深蹲裂好 對 當然是這個 帶這個最好了 帶這個就好了啦 最方便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壓軸的原因就是 因為全世界的人都很需要 這一瓶抗菌消毒水 因為現在抗菌消毒水 其實在外面都在搶購這個東西 是因為很多大家在 可能打捷運 然後可能要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或是 就是 Even你的狗出去散步回來 其實有的時候也是可以噴這個 抗菌消毒水的 可以嗎 還可以噴在狗身上嗎 完全是可以的 因為它其實裡面呢 就是成分非常的簡單 可能就是二氧化率 但因為大家對於二氧化率 其實有一點擔心 就是可能因為它的分子不夠細 可能殺菌的能力沒有那麼好 但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特殊的技術 把這個粒子減縮為奈米的大小 所以它的殺菌能力 比一般的二氧化率更好 我可以噴給大家看 它的分子非常非常的細緻 然後非常的細緻之外呢 因為它其實 因為很多的二氧化率 它其實不耐高溫 所以他們這個產品呢 也改善了這個 不耐高溫的這一個品項之外呢 其實因為有的人會害怕 它二氧化率會有腐蝕性 但是因為它也改善了這個缺點 所以它不太會有腐蝕性 二氧化率它的PH值是7 所以它是中性的 所以是OK的 對 所以相對會比較溫和 而且它的刺激感 也比較不會那麼強 那二氧化率其實 我自己平常很多時候在用的時候 它其實是用 但是它也可以把它融在這個噴裡面 非常方便 我覺得我們今天介紹這些東西 可以整個集合起來 成一個package有沒有 防疫包 防疫包 好像每個人都還滿需要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網友喜好度跟露燃的盲色 在那邊 所以我們把手放在這裡 可以看到 哪個小朋友 哪個小朋友 在那邊 那邊 是 那邊 很快 就是 再方便,然後也蠻可愛的 有消毒就覺得有加分 我要4號,我覺得4號很方便 我覺得還是會比較喜歡1號吧 因為使用,比較容易使用到啦 就是一般在辦公室或家裡 按一下就可以直接做消毒 還蠻方便的,而且真的蠻香的 這個吧,1號 這個可以放在家裡門口 然後回家的時候就去按一下 然後先插個他手再洗手 王優喜好度的第一名跟露燃盲測的第一名 是同一位 哦,就是 欸,你怎麼知道是你,就是你耶 就是你的乾洗手啊 所以我覺得對方來講就是非常必要 已經變成我們現在生活的必需品 對不對,而且他的成分或是他味道 大家用起來是有感覺的 很舒服對不對 很保濕 好的,那馬上就要來公佈哦 本週這個捷徑課集 我們的女神賞,我們的冠軍會是誰呢 應該不會有 3 2 1 請看 恭喜我們的1號小明天 果然捷徑三洗手禮物 大家好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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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貼心的叮嚀 洗手非常的重要 那麼洗手一定要記得有一些步驟 就是先把手打濕 用水打濕 然後呢,用你的洗潔劑 肥皂或者是洗手液 然後開始戳 正面 背面 背面 交錯 哦 哦 繞圈圈 然後指尖 戳戳戳 至少要20秒 我自己的一個秘訣 就是我的護理師朋友教我的 你可以慢慢地唱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這首歌要20秒嗎 跑得快 慢慢唱 跑得快 一隻沒有點緊密 一隻沒有點緊密 那奇怪 快的話就唱兩遍 但是有一個重 還有兩個重點 第二 你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沖洗 最好能夠沖洗20秒 因為你用的 不管是肥皂洗手液 其實每一種的這個清潔劑 它被沖洗掉的能力是不同的 所以20秒才能夠確保 這一些被洗掉的髒東西 完全脫離你的手 20秒 再花20秒 所以還要再唱一次 兩隻老虎 重生老虎 對 然後最後一定要記得 把雙手擦乾 因為沒有擦乾的雙手 隨時還是會沾染這樣東西 所以記得你要吃東西之前 或是你可能想要摸到你的臉的時候 隨時隨地把自己的手洗乾淨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方毅小老師 凱文哥 好 那今天呢 謝謝我們的凱咀老師 謝謝雲超老師 謝謝雲超老師 謝謝你的收看 祝大家都可以抗疫成功 然後非常的健康喔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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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